中国大事件 其中有三个比较弱的部族首领决定归降清朝 而面对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礼物 乾隆皇帝决定在避暑山庄亲自接见这三位首领 甚至还一连五十天举行盛大的活动庆祝 当时的宫廷画师朗世宁全曾参与 奉乾隆之命 他把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完整的记录下来 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 万树园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数十匹伊犁战马 在万树园山路时而如藤云驾雾 时而又如辗转藤魔 正在观看马术练习的 是乾隆皇帝的首席御用西洋画师朗世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乾隆皇帝命朗世宁将去年 也就是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 在万树园大宴三车陵和文武百官的活动绘制成画 事情已经过去近一年了 朗世宁因构思未定还没开始 为了启发自己的思路 前来观看马术演练 渐渐的万树园四艳图 几个字如精灵般跃入脑海 他终于找到了这幅画的感觉 创作的强烈欲望涌上脑际 朗世宁构思已定大喜过望 快步来到画布前 这是一幅宽约四米 长约八米的巨幅画布 早已挂在墙上 朗世宁走到墙前 开始挥地作画 朗世宁画性济起 便专心致志沉浸其中 边想边画 朗世宁把乾隆画在画的左下方 让乾隆坐着轿子进入画面 这样可以表现出乾隆 穆士群臣 均临天下的气势 朗世宁画完乾隆 又开始画三车陵 三车陵是指杜尔伯特台部的三个首领 吉车 车陵乌巴石和车陵梦克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的宴请三车陵呢 这就要从三车陵部族的历史谈起 话说元朝灭亡之后 成吉思汗的子孙退回塞外 驻扎在大沙漠南北 逐渐形成了漠北漠南漠西蒙古族三大部落 到了康熙时期 漠南和诺北蒙古族也不续和清朝建立了朝共关系 只有居住在阿尔泰山的墨西蒙古族不肯合作 墨西蒙古族又分为 杜尔伯特部 土耳户部 和硕特部 准戈尔四个部族 其中准戈尔的头目叫戈尔丹 自是兵力强盛 开始吞并和排挤其他的部族 康熙大帝看到戈尔丹 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 于康熙二十九年亲自前往征讨 经过康熙三次亲征 平定了戈尔丹 之后采取安抚政策 解决了西北地区的内乱 康熙的一征一辅政策 使伊犁地区保持了几十年的安定 有诗为证 西部蒙古族各部自称雄 统一民族业 康熙是成功 到了乾隆时期 有个叫达瓦齐的首领 夺取韩位后 联合哈萨克攻打三车陵的 杜尔伯特蒙古族 西北地区局势重新动荡起来 画完三车陵 梁士宁停下笔歇息 他喝着咖啡思绪万千 狼士宁画完了三车陵之后 为什么突然思绪万千呢 其实在乾隆接见他们之前 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 原来在三车陵归降的第一时间 青年原本以为他们是乍降 打算把他们三个人给杀掉 那么狼士宁一想到三车陵 差点被杀的情景 又会如何反映在这幅画里头呢 乾隆十九年秋天 天高气爽 一匹快马从塞外 向避暑山庄万数元方向 急驰而来 快马带来的果然是 让乾隆皇帝等候已久的消息 土耳伯特蒙古族首领三车陵 帅步冲破部族内乱势力的围攻 被迫离开祖辈生活的伊犁地区 历尽艰辛回到内地 归顺清朝 三车陵正在向避暑山庄进发 几日后便可到达 等候乾隆皇帝的召见 乾隆皇帝是明治之君 朝廷大师 还得多听取大臣的意见 便对于是否召见三车陵一事展开评议 评议中有的大臣说出了心中的忧虑 杜尔伯特部毕竟被叛逆 准戈尔兼令了 此次前来归顺 这里有没有阴谋呢 还有大臣主张 对三车陵收而诛之 也就是归顺后把他们杀了 乾隆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 到底安抚还是收而诛之呢 乾隆回忆 康熙平顶格尔丹后 便下令赦免各部侵扰内地的罪过 封格尔丹的儿子为一等侍卫 实施了一系列安抚政策 让西北地区安定了几十年 先帝能有这样大的胸怀和策略 我便应该效仿 想到这里 乾隆重新坐回到龙椅上 传下圣旨 起驾离宫 接见三车陵 侧万数元大宴外 组织围猎 马术 摔跤 火戏表演 关灯等狂欢活动 声势越大越好 时间越长越好 昂士宁的脑海里清晰的浮现出 万数元实验的整个过程 他突然明白了乾隆要这幅画的用意 洋洋大国 理应胸怀宽广 海纳白川 以民族团结为重 位于避暑山庄东北部的万数园 北乙山路南陵城湖 占地八百七十亩 这里古墓翁玉 绿草如荫 园内不失土木 按照蒙古族风俗搭建了数座蒙古包 中间簇拥着一座宫殿式的豪华蒙古包 特为款待各蒙古族首领而设 三车陵来到万数元豪华蒙古包内落座 少数民族首领皇子及权贵大臣作陪 郎世宁的思绪回到了画部上 他沉下心来 一股作气将画作完成 下面一关是面临乾隆的审查 郎世宁依然心里不踏实 一向挑剔的乾隆 会对这幅画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万数元刺验图终于迎来了揭幕的一天 随着巨大的皇陵绸缎缓缓揭开 万数元刺验图终于露出庐山真面了 这幅剧作场面宏大 人物众多 完成后的画作 在布局上充分表现出郎世宁的良苦用心 画的左下方 乾隆皇帝坐在龙椅上 有随从抬着 画的左侧中方 跪着包括皇子在内的文武百官 画的正前方 有一个木头架子 是用来表演杂技的 画中心右侧的帐篷中 则放置着给客人的礼品 三车陵即蒙古族皇宫 及满清文臣武将则放在适当位置 既突出了民族团结体现了满族文化 又恰到好处地陪衬了皇权至上的大布局 给人以极强的历史真实感 乾隆皇帝对万数元刺验图大家赞赏 给了郎世宁丰厚的赏赐 清朝的皇帝不仅为自己打造豪华的避暑山庄 他们还大兴土木 开辟了一处前所未有的皇家猎场 每年一到秋天 皇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精兵 在这里举行围场狩猎 活动将近二十多天才会结束 这一场狩猎 不但是清朝王室一年一度的重要消遣活动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借由这场狩猎 来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 这件乾隆坟采百路尊上描绘有百路图 并趁以山林 小溪 林芝和花草等景物 在苍松翠百下 群鹿有的奔跑追逐 有的相依相畏 有的卧地气息 他们姿态各异 栩栩如生 画面中的山石树叶都以绿彩绘成 诗彩浓厚 而群鹿树干等则多涂以褶红彩 整幅百路图布局疏密得当 描绘细致入微 立体感很强 如果将慈尊上的画面展开 则不易于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 令人赏心悦目 这个百路尊啊 这种气形 它就创始于这个乾隆时期 因为上面绘画了 很多支 几十上百支 这个形态各异的这个梅花鹿 我们就称这种气形和文士的这个慈旗 为百路尊 一般这个熟悉清代历史的人啊 看到这个这件器物啊 就很容易想到的清代的重要的这个军事行动啊 这种练兵行动 木兰秋贤 公元1681年 中国清代的康熙皇帝 在河北省的北部 开辟了一个面积很大的皇家列场 这里水草风貌 有大片的森林和辽阔的草原 栖熙着许多珍禽异兽 康熙皇帝规定 每年秋天 皇帝都要率王国大臣和八起精明来这里受力 史称秋贤 而秋贤的主要列 就是栖熙在猎场里的梅花鹿 马鹿和梅鹿岛 有意思的是 清代皇帝在皇家列场秋贤时并不烂列 而是严命狩猎者 欲母鹿又兽一律放生 并且在设置包围圈时 总要留有一个缺口 以便使年轻力壮的猎物得以逃生 狩猎练兵活动持续二十天后 大臣们就要为那些逃跑的猎物请命 请求皇帝允许他们留在这里 休养繁衍 皇帝欣然同意后就收兵罢围 大队人马随即撤离而去 事实上秋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狩猎 而是以行为狩猎的方式演练军队 从公元1681年到1820年的140年间 康熙、乾隆、嘉庆皇帝先后来皇家猎场练兵 达105次之多 如今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内 收藏有一幅乾隆木兰秋贤图 他生动地描绘了乾隆皇帝 在皇家猎场狩猎练兵时的情景 道光皇帝即位后 秋贤活动就停止了 除了在秋贤期间 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皇家猎场里的陆群生活的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收藏于颐和园的这件乾隆 坟采百路尊上所描绘的 便是生活于皇家猎场中的陆群日常嬉戏的场景 百路尊烧至于江西景德镇 而皇家猎场在河北北部 两地相距遥远 那么当时的工匠又是如何把猎场里群陆嬉戏的场景 真实地复制到这件百路尊上的呢 原来乾隆时期的一些宫廷画家 曾根据皇家猎场中群陆自在生活的场景 进行过一些相关创作 如百路图等 景德镇的工匠就是根据他们的作品把皇家猎场中的群陆形象搬到了百路尊上 粉彩瓷器是中国瓷器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工艺的类型 这种类型它是创烧于清朝康熙的晚期 到雍正和乾隆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雍正是一个粉彩瓷就做得非常的精细 这种瓷器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右上彩 在一次烧成形的这个瓷胎上 在进行二次的彩绘 这种出来的这种由于非常的宫细 出来的那种效果有类似于中国国画的那种色彩非常的丰富 层次分明色彩炫满 由于这个粉彩瓷器化工非常的精细 所以大气很少 就是说大这儿的瓷器很少 像以和音的这件粉彩百路尊 它是乾隆时期烧制的 这个时期正是这个粉彩瓷器的一个高峰时期 乾隆是中国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 同时它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 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出 它经常直接过问宫内制瓷事物 对瓷器的用途形状和文样等十分关注 许多重要瓷器在烧造之前必须成画样或木样 在乾隆审定后才能叫景格阵玉瑶厂烧制 然而纵观乾隆一朝 宫廷瓷器的烧造只有在乾隆执政的中前期水平最高 之后则开始每况愈下 为什么前后差别会如此明显呢 这与一个叫唐英的人有关 唐英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 遥物管理者和制瓷专家 公元1728年 他奉命前往景德镇玉瑶厂佐礼陶物 后来升任都陶官 在此期间唐英不仅努力学习制瓷技艺 他还与瑶工们一起钻研尝试 先后烧制出一系列精美的瓷器 以至于人们把唐英管理下的景德镇官瑶称为唐瑶 公元1756年 唐英在为乾隆服务了21年后 因病辞官 不久就病逝了 唐英去世后 景德镇官瑶瓷器的烧制水平开始下降 这件收藏于颐和园的乾隆坟采百瓷尊 从其精美程度来看 很有可能是唐瑶所生产的 在中国古代 人们经常借鹿与鹿的谐音 制作出鹿造型的工艺品 以取其吉祥的寓意 在这件乾隆坟采百瓷尊中 百瓷即百瓷寓意 隆瓷百来福寿双全 因而人们又称百瓷尊为百瓷尊 由于寓意吉祥 乾隆时期景德镇玉瑶厂先后烧制了许多坟采百瓷尊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首都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都珍藏有坟采百瓷尊 他们与颐和园收藏的这件百瓷尊外形和图案基本相近 也都造型端庄 化工细腻 工艺精湛 乾隆皇帝去世后 坟采百瓷尊的烧造逐渐减少 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 百瓷尊的烧制又兴盛起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世纪初 然而这一时期的产品 始终都无法超越乾隆年间烧制的坟采百瓷尊 乾隆坟采百瓷尊展现了清朝乾隆时期 官窑瓷器精湛的工艺水准 下段节目就要带您到景德镇 来看看这里的瓷器之所以名阳海内外 其中又与景德镇的最为有名 景德镇的瓷器发展根据文献 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到了宋朝 这里已经是全国的瓷器生产中心 当时的宋曾中 甚至还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这个地方 它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直到现在景德镇仍然是最佳瓷器的代名词 只是景德镇为什么可以生产出如此高品质的瓷器呢 除了工匠精湛的技术之外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独一无二的高领土 高领土采矿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的东部 面积约20平方公里 据记载自明朝万里年间开始 高领土采矿遗址上的土矿就被列为光矿 为景德镇的瓷器提供不可缺少的原料高领土 这里至今仍然保存着明清两代的古瑶质 彩矿遗址 陶喜坑 水口亭等历史久远的遗迹 景德镇最初叫新亭镇 后来更名为昌南镇 景德镇烧瓷的历史由来已久 史料上记载 新亭野陶始于汉世 由此可见 景德镇生产陶瓷已经有两千年之久 北宋景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004年 一天宋真宗赵成景德皇帝正在大殿内批阅奏奏 有大臣禀报说 进贡朝廷的贡品已经到了 请皇上审阅 景德皇帝命人抬上来 第一箱装满了朱玉宝器 在箱内闪闪发光 景德皇帝看了看 却不是很感兴趣 第二箱是领夺绸缎 各种颜色五彩缤纷薄如青纱 景德皇帝看后摇了摇头 再打开第三箱 里面装满了瓷器 景德皇帝一下子被一只漂亮的瓷缆吸引 这只瓷缆 开体质尖细白 右色纯正 温润如雨 契壁可有花纹 构图精巧 起毛透光 在光照下可以从背面透见花纹 给人以冰青玉节之感 景德皇帝拿着这只瓷碗 久久的打明着 然后问这瓷碗叫什么名字 下人禀报说是清白瓷碗 不错 这清白瓷清中显白 白中泛青 明澈光论 淡雅脱俗 的确与众不同啊 这清白瓷产自何处 下人辉辟说是江西昌南镇 景德皇帝下旨 命令江西昌南镇 要大量生产清白瓷 进贡给朝廷 冰激玉谷的清白瓷 使昌南镇生命远落 当时烧制的清白瓷底部 都输有景德年制四字款印 后来景德皇帝 就把自己的年号景德 赐给了这个南方的小镇 景德镇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景德镇的瓷叶发达 贸易昌盛 中国各地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 是与日俱增 对瓷器原材料的需求量 也迅速的增加了 原来景德镇所制瓷器的原料 主要来源是当地出产的瓷石 可是瓷石的数量却有限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 景德镇已经面临着五米下锅的境地 就正在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 奇迹却突然出现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人们发现了高陵土采矿区 相传高岭山附近住了一对姓和的夫妻 他们租种着地主的几分寿田 生活过得十分清苦 一个冬天的早晨 何老汉打开屋门 看见屋檐下躺着一个老头 几乎要被冻僵了 何老汉便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件棉大衣 请来郎中被老人看病 老人醒后非常感动 他便从一大中取出一粒 洁白晶莹的小石头 交给何老汉寿 把它种在村后的高岭山上 过不了多久 那里就会长出白玉土 是至此的上等原料 何氏如其非常惊讶 决定试试看 他们来到高岭山 挖了深坑 将小石块种了下去 几天后 他们又来到高岭山挥除一挖 之前原来是黄色的泥土 变成了白嫩的玉色土 望着满山遍野的白色黏土 夫妻俩高兴极了 他们兴冲冲的 让乡亲们一同去挖玉土 运到景格镇脉 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 一时间高岭山上 有神土的说法不禁而走 景格镇人最初将这种土称为瓷土 后来因为他产自高岭山 而得名高岭土 美丽的传说 在景格古镇一传十 十传百 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关于传说的真实性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正是勤劳朴实善良的景格镇祖辈人 发现了高岭土 并将它运用到瓷器的烧制中 高岭土是一种性能极其稳定的白色黏土 它质地优良 含铁量少 可塑性强 用它做原料可以使瓷器的光洁度 耐火度硬度大大提高 景格镇人以高岭土为原料烧制的瓷器内置 如玉谷冰激 外观如美人肤色 而且耐酸耐磨 经千年也不褪色 高岭土采矿区的发现 解决了景德镇瓷叶的原料问题 而且瓷器还越烧越好 连国外不少行家都慕名前来 想要一窥就尽 清康熙年间 就与一位远从法国来的传教士 想尽办法要取得景德镇独门的烧制技术 那么它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清朝康熙年间 在景德镇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一位穿着黑色长袍 胸挂十字的外国人 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他看着街上琳琅满目 五光十色的精美瓷器 精的木凳头戴 忍不住一会伸手摸摸这个 一会又仔细的看看那个 朴素大方的青花词 四彩绚丽的斗彩词 明镜剔透的玲珑词 都令他爱无释手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一位来自于法国的传教士 叫安特雷克莱 他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为此还特意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 叫殷红旭 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 殷红旭第一次看到白如雨 鸣如敬如 鸣如鸡 鸣如鸡 声如庆的中国瓷器 就得深深吸引了 殷红旭在井阁镇一边传教 一边开始了对井阁镇瓷器的考察 希望能够找到井阁镇瓷器 如此精美的奥秘 后来从当地人口中 英国去制造了高领土采矿区 他来到了高领山 采集了一包高领土 邮寄回法国 法国人终于发现了高领土的秘密 18世纪中叶 法国应用高领土 成功烧造出真正的硬质瓷器 随后英国、瑞典、荷兰都纷纷笑话 中国的制瓷器法 生产出许多精美的瓷器 整个欧洲的制瓷叶得到巨大的发展 据专家介绍 并不是所有的土石都能烧制瓷器 制瓷泥土也不是一般的泥土 而是纯度高质量好的黏土 那么为什么说高领土 就是制造陶瓷上好的原料呢? 高领土性能稳定 质地坚硬 高领土中含有35%的三氧化二氯 将它掺入瓷石矿中质态 可以改善瓷器的物理性能 减少瓷器变形的几率 因此高领土也得形象的誉为瓷之谷 用高领土烧制的青花瓷、青花玲珑瓷、老胎瓷、粉彩瓷、红红六瓷器各具风采 高领土的应用铸就了明清时期景格镇瓷叶的辉煌 现在北京故宫珍藏的三十多万件的瓷器精品中 有95%都来自景格镇 景格镇瓷器以良好的品质 气形久欲、诗及外扬 中原1405年7月11日 江苏太仓的刘家港 一直拥有几十艘巨型船只的舰队排列整齐 水手们唱着响亮的耗子挂翻起航 这就是中国明朝初年首次的郑和线西亚 从这一年开始 郑和先后七次出海 中国船队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 郑和带去大批中国丝绸和瓷器 景格镇瓷器跨过万里波涛 遍及东南亚和西方各国 最远到达东非 中国的瓷器举世瞩目 景格镇的陶瓷原料高领土也随之响于世界 高领土甚至成为国际粘土矿物学的专用术语和世界致辞原料的通用名称 如今景格镇高领土的采矿区变成了一处著名的遗址 上面仍然存有不少明清矿坑遗址 并且保留着明清两代有关开采高领土的时刻 2001年高领土采矿医址被国家评定为更典文物保护单位 许多的中外游人来到景格镇都会到高领土采矿医址医读它的风采 因为高领土采矿区中国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外的景德镇 前些日子这个采矿遗址还被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看过了景德镇瓷器的故事下段节目要带你去欣赏一件 非常稀有珍贵的明朝又理红梅瓶 广告过后 欢迎回到中国大世界中国瓷器享誉中外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件就是产自明朝初年 非常稀有珍贵的又理红梅瓶 为什么它这么稀有呢 原因就出在又理红这种烧制技术 工匠必须用一种含铜的颜料 先把图案描绘在磁胎上 然后再精准的用1300度的高温去烧制 温度太高太低都不行 否则铜绘的图案就会变黑而宣告失败 古时候没有温度计 1300度只能够靠工匠瓶经验去掌握 因此又理红的作品自然是少之又少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又理红梅瓶 便堪称是又理红瓷器的绝妙之作 这只又理红碎寒三有纹梅瓶 高41厘米 瓶口窄小 井短肩宽 平身健收 底部微微外撇 造型优美而匀称 梅瓶腹部描绘的图案是碎寒三有即竹子松树和梅花 图中的竹子挺拔清秀 松树苍尽有力 梅花迎风绽放 因为这三种植物都不畏严寒 因此古人认为它们代表着高洁的品质 松树梅是中国古代绘画中常见的题材 这只梅瓶上除了碎寒三有之外 还别具匠心的增添了一株芭蕉 让画面更加美观对称 多层次的布局是梅瓶上的图案产生的立体延展的效果 它最难得的地方 它的盖子上面是红地白花 而它的主体纹样是白地红花 它就有一个对比 上面是大片深颜色来配一个白色 而中间是白颜色来配红颜色 是少数的红颜色来绘画 这样有一个对比 就使得它虽然繁密 但是它不单调 有一种艺术的情趣 和艺术的这种特别的设计构思在里面 而且呢 这个梅瓶的工艺 从它的绘画 从它的釉 从它的彩来说呢 都是白又滋润 绘画呢 也是工细到位的 那么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发色呢 有一点点发暗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 因为当时是很难烧的 又里红瓷器创烧于元代 它是在白色瓷胎上 用含铜的颜料描绘图案 然后再涂上一层透明用 最后在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的摇火中 焖烧而成 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呈现出红色 又里红因此而得名 又里红瓷器以颜色鲜红为上品 然而这种瓷器对烧制温度要求非常严格 允许在误差大约只有十摄氏度 摇温一滴 图案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摇温高了 颜色就没有了 当时没有温度计 摇工只能凭眼睛来判断摇火的温度 只有经验丰富的摇工才能掌握火候 大多数元代又里红瓷器颜色偏灰黑 色彩并不理想 产量稀少 又里红这项工艺在明红武 也就是朱元璋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 北京布公博物院收藏的红武瓷器 大约有一百多件 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都是又里红 有专家认为 红武时期又里红之所以发展迅速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古代改朝换代 表示正统的颜色一般都是红色 二是红色在五行学中主南方 朱元璋在南方发迹 他认为红色非常吉利 三是朱元璋姓朱 朱就是红色 年号红武又跟红谐音 再加上朱元璋曾经参加返元的红金军 导致他对红色非常喜爱 由于朱元璋本人对红色的偏爱 又里红瓷器被定为皇家用词 民间不得使用 虽然景德镇玉窑厂生产的又里红瓷器 从原料萃取 制作成型 图案描绘到烧制工艺 都有了较大进步 但窑温的把握并不十分稳定 成品率仍然不高 在南京博物院还收藏有 明初期景德镇玉窑厂烧制的 又里红大盘 它们当中有的颜色发暗 甚至出现脱右现象 明代玉窑厂有一项规定 凡是烧得不好的瓷器 就会被打碎 但这些并不十分完美的 又里红大盘 却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可见当时又里红瓷器的稀少 真贵 明朝自建立之初 就制定了各种礼仪制度 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员 从生前的日用品 服饰到死后的随葬品的使用 都有规定 这支又里红碎寒三有文为瓶 是在一座明代古墓中被发现的 1957年3月 考古人员在江苏圣江明县境内 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 这个墓葬的所在地被当地人称为 娘娘坟 当时传说呢 是娘娘坟 其实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因为这个墓主人呢 是宋虎和他妻子 他妻子呢 是当朝的明成祖的女儿 那么是安城公主 说来呢 也挺有意思的 就这个明成祖的两位女儿 嫁给了他的大将宋圣的两位公子 就是说两姐妹和两兄弟成家 那么这个宋虎呢 是宋圣的次子 那宋氏家族在明代初期是一个工程的家族 宋虎他的父亲宋圣 以及他的爷爷叫宋朝用 都是随着朱元璋打仗起兵的 功劳最大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墓主人宋虎 他的父亲呢是宋圣 明永乐三年 宋虎的父亲宋圣 被分为西宁后 负责镇守西北 不久有人向永乐皇帝告状 说宋圣独断专行 永乐皇帝却说 官员在外 不专断不能成事 更何况他是镇守边疆的要员 由此可见皇帝对于宋圣的信任 永乐十年 宋圣的儿子宋虎被召回南京 掌管朱元璋明孝陵的祭祀 此时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而且也与永乐皇帝的女儿安城公主结婚 然而荣华富贵并没有伴随他一生 十三年后 宋虎因不公之罪遭到弹劾 失去了爵位和俸禄 六百多年以后 考古人员从他的墓葬中出土了四十七件文物 大部分都很普通 只有两件称得上是珍贵文物 幼里红碎寒三有文媒品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觉得这件器物应该是他生前很珍贵的器物 否则你看他的墓葬里头出土了四十七件的东西 有的都是很小的 就是小的名气非常小 因为我们知道他被削掉官职了 墓葬里的东西不太多 不太多 但这件东西可能应该是他生前的一个珍贵 他自己用的一个东西 在宋虎墓周围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宋氏家族的其他墓葬 在宋虎儿子宋贤的墓中 也出土了一只相似的幼里红煤瓶 瓶身上描绘的同样是碎寒三有图案 据专家推测 宋虎父子墓中出土的这两只煤瓶 很有可能来自宋廷的赏赐 这件幼里红煤瓶 出自明代开国工程后代的一处墓葬里 只不过为什么要叫它煤瓶呢 关于它名称的由来 下段节目为您解答 我工程后代的一处墓葬里 只是为什么要叫它煤瓶呢 其实煤瓶它是中国古代瓷器常见的一种样式 因为它的口径非常小 整体看上去呢 就像是一只枯瘦的梅花而得名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 说是和宋徽宗喜欢梅花有关 相传 北宋时期宋徽宗非常喜爱梅花 都城开封到处种有梅花 宋徽宗下令摇场烧制用来插梅花的瓶子 有人就稍造出一种心事瓷瓶 它小口短紧圆尖长身呈现出平平玉立的样子 宋徽宗大喜顺手将一只梅花插入瓶中 梅瓶的名字由此而来 梅瓶在宋朝最常见的功能是用来盛酒 宋朝人爱喝酒 造型优美的酒具成为文人们喜爱的器物 用梅瓶来盛酒有很多优点 一是瓶子口小尽短便于封口寄绳 用它藏酒不会漏气 二是梅瓶容量大装酒多便于搬运 三是这种瓶子外形圆润文饰丰富 宴请宾客或退赠友人具有观赏价值 梅瓶作为成酒器一直延续到明代 这是桂林博物馆收藏的一只明代青花人物梅瓶 上面描绘了一位官员骑马出游的场景 前面的童子带着一把琴 后面的仆人挑着饭菜和酒 图中用来盛酒的就是一个有盖的梅瓶 这一图案恰好印证了梅瓶 到了明代仍然用来盛酒 由于梅瓶的市场销量很大 各地窑厂竞相推出风格各异的产品 使得梅瓶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这其中景德镇玉窑厂生产的梅瓶最为有名 它独创的蓝柚蓝底白花青花等梅瓶 受到文人雅式的推崇 中国瓷器举世文明 由这件幼理红梅瓶 就可以看得出中国人创意之高 以及无人能及的精巧技术 国文明新发现 感谢您收看中国大世界 我是洛宇文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